沙漠给大家的感觉就是特别炎热的 要是给你扔在沙漠里 你只能留在原地怀疑人生了 一秒钟都不想待的地方 更别说让人生活在里面了 特别是在交通便利的21世纪 澳洲南部的沙漠寸草不生 生活条件恶劣 但是由于该地盛产蛋白石 仍是招演了不少人来此预居 这个地方就是库国佩迪 这里有一个2000人组成的小镇 令人惊讶的是 该小镇有四分之三的房子竟然建于地下 这里的人建设自己的家 往地下挖一个洞就成了 挖好之后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固执 该有的生活用品一样不会少 就跟地面上的小镇一样 这个小镇成立之初 就是因为当年在这里发现了一种矿产 所以这里的人相当有钱 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这里的气候太热了 夏天气温最少都在40度以上 怪不得他们会在山坡上挖洞呢 这个小镇就像是大家印象中的地下城堡一样 能够给人一种童话世界的感觉 所以又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观赏 这又是一道亮